大火热情扭腰百屯 这里是临边仁河村的苦福寮公园 也是乐林长辈们聚集的场所 去年度现负在仁河设立临边乐林学习中心后 村长努力买为了改善以往社区状况 让老人家没时间去参加健康会 买来路不明的保健食品 将乐林课程天天排满 让老人安亲般展现更多圆面貌 我们乐林一周 第一周拜和拜五都有拜课程 他的课程包括手工艺 然后古早味品尝 还叫一些教授节的老师 来宣导一些社会上的地涉 卫度抒划 还有叫警察来加一些交通安全 然后地监署来教导反诈骗的宣导 药品也是用药的安全 然后一些尝试 就是要让我们这年纪比较多 大家三个不要一直护白开 护一护一护一护 在那些没意义的地方 目前乐林学习中心成员将近有40人左右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就安排了各种课程 如今天上午的烹饪课 五到七一等 让长辈不会孤单无聊 老人跟老人彼此互动 假日还一起去意卖或参加活动 大伙觉得很有意义 每天如果来 如果要叫我们做的东西 大家都很悠悠 都会来倒暖过 倒用的没的都很高兴 特别没了 特别没了 还没有老人肢呆症 特别高兴 大家同乐 跟心悉 这会煮东西 有 期盼乐林中心的设计 不仅仅是让长辈生活多彩多姿 也能走出户外亲近人群 在地安老 共同实现县府推展安居大社区的愿景决心 愿乐林中心 在 评论宣布听刘建荣采访报道